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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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 中国国民党本周启动党主席补选作业 洪秀柱 郝荣斌等人此前均以表态参选 而新党主席郁慕明昨天也明确表态 鉴于国民党选后陷入改名和所谓去中国化纷争 他决定投入国民党主席补选 此举为泛兰整合投下震撼单 中国国民党主席补选作业将于3月26号投开票 国民党秘书长李四川25号上午在党部张贴补选公告 1月26号与27号领表 日前 表态参选的人 由台立法机构副职负责人洪秀柱 国民党前副主席郝荣斌等人 而新党主席郁慕明24号也表态 将投入国民党主席补选 他强调 国民党如今要所谓去中国化 改名 他将与新党一同捍卫 呼吁国民党展现真心诚意 欢迎他和新民党主席宋楚瑜 一同参选国民党主席 对此 李四川说 依照国民党的选举办法 郁慕明没有资格参选 但国民党欢迎郁慕明 带着新党重回国民党 易子熙依照我们现在的选举办法 他是没有资格的 但是中国国民党欢迎易子熙 带着新党回到中国国民党来 近日 国民党内青年团成员组成草协联盟 呼吁降低党主席参选门槛 不过20号中常会 只通过降低参选作业费门槛 致新台币160万元 其他方面并无改变 草协所提的这些意见 我们都听见了 那在党代表大会里面 去讨论 去检讨 让新的党主席 让这一个来做决定 也来带领了整个 这一个中国国民党 往前去做改革 去做检讨 在国民党内拥有较高人气的台湾地区副领导人吴敦毅 则默认不参加此次补选 我希望能够让中壮世代的人 来承担这个责任 而且保有中国国民党 敬爱百姓 最忠道 最有包容的 基本的核心路线跟价值 基于我这些主张 你们应该晓得 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决定 根据国民党党章规定 要参选党主席者 必须承认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或中央委员 并缴交新台币160万元的选举作业费 且需有3%以上党员联署 以目前国民党党员人数32万人推算 联署门槛为9600人 截至目前 包括洪秀柱 郝龙斌 台北市议员李新及钟小平都已宣布参选 刚当选的桃源民代陈学胜 也在今天下午宣布角逐党主席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台北演博士 清凌 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河南 今天我们在台北演博士邀请到的是 台湾大学张亚中教授 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亚代房屋杂志总编辑 郑吉文先生 吉文秀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张亚中说你怎么看待 这个玉主席这个时候出来表态说 他有意参选国民党党主席 这样的一个动作 我知道这个东西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国民党基本上 今天公布的竞选办法里面 他必须要国民党的党员 那玉主席毫无疑问是没有这个参选资格的 那在这个情况下 玉主民席为什么还愿意表达他参选的意愿呢 看到了国民党的内部 其实有不同的一些 特别是一些像 这次在竞选时间 当任国民党发言人的杨伟中 还组一个叫做炒鞋联盟 他们最重要的主张就认为说 中国国民党应该把中国两个字给他拿掉 而取名叫做国民党 他们又认为说 红秀柱基本上是所谓的集统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 我觉得玉木铭他是点滴在心头 在这个时候提出来 他更多的声音是想让国民党了解说 其实如果说你国民党 如果不走回真正的国民党的正确道路的话 那新党或者包括其他的一些泛男的选民 会加速的离里而远去 所以我觉得他这次参选在某种意义上是提醒更警告的意味 其实是更浓的 是 另外呢 这个现在依然是中国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同时这次呢 也被列入新党的不分区名代的名单里头的这个 前民意代表邱毅教授呢 这次也今天早上在参选活动也提到了 玉主席这次要表态有意参选国民党当主席的原因 我们先来听听看 那玉主席要参选国民党的主席 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 因为在选前 包含大选投票日的前一个晚上 朱立伦都对外公开了说 不管选举的胜货败 他都希望能够整合 国民党 新党 亲民党 让泛然大团结 玉主席表态说他要参选国民党主席 第一要测试 朱立伦说的话还算不算数 朱立伦说的话有没有诚意 选前面对蔡英文一句都不敢坑 在电视台里面头低低的 一副就个窝浪费的样子 好那现在突然间面对洪救助 郝隆斌突然凶猛起来了 所以玉主席说 他要参选 其实就是要告诉这批 没有用的窝浪费 你们也可以挑战郁牧民 那郁牧民就叫去你们这些人了 今天早上我们也看到 国民党的秘书长李四川也说 郁牧民是不符合国民党 党主席的参选资格的 但是他欢迎郁主席率领新党 回归到国民党来 季徐兄你怎么看 确实就国民党 他本身的内归来讲 那你参选党主席 当然是要国民党员 显然遇老他这一点是不符的 但是他其实也讲到一个问题 刚结束的选民 我们发现整个泛兰是越分越多 他选票瓜分的这个情形越来越严重 也因此许多泛兰基层选民 他是非常希望泛兰能够整合 但我们知道这个是非常难的 那我认为其实除了这个各分裂出来的泛兰小党 各自有这些论述一些主张以外 那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出在国民党 那像国民党的这个新生代 他们强调可能要证明 提出一些主张等等 我必须说最严重的问题是 现在的国民党 其实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主张 更别说有一个中心的信仰 那另外国民党人普遍犯了一个毛病 就是确战没有斗志 我们从过去最近的两次选举 其实这个分野其实看得非常清楚 也因此国民党许多主张 被台湾选民就笑说 好像被当时的反对党民进党牵着鼻子走 我反合你就反合 我这个我主张什么 你就跟着来走 你不能提出一个前瞻性的论述 那捍卫自己的主张牵引这个民意 那我认为其实核心的问题还是如此 如果说国民党在这个部分 没有根本的翻转改革 那我觉得所谓泛蓝整合 其实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 所以其实这次郁主席提出来说 表态有意参与党主席 其实也是再次把这个泛蓝整合 成为一个焦点 刚才不管是郁主席说 自己要参选的理由 还是邱毅说在参选的理由 都有一点是说 希望国民党不要总是在选举的时候 玩一个两面手法 选前的时候 喊泛蓝要整合 可是选后 就是会有点翻脸不认人的感觉 为什么会这么说 我觉得郁主席的谈话是对了一半 但是也有一段是值得争议的 我们知道其实所谓的认同 就是你没有参与 就不会有认同 对不对 那国民党这八年执政的时候 其实马云九 基本上没有让新党跟亲民党有所参与 所以人们怎么会有认同 所以我会认为说国民党 其实应该进行 所谓的两阶段的革新论 也就是在这一个阶段 所产生的党主席 其实基本上它是属于过渡型 过渡型的党主席就确定了 党的基本的路线 跟的所谓的理念 还有基本上把党的组织 做一些调整 然后来拔着一些优秀的清廉 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 大概他的任期只有一年半结束 这个一年半结束以后 我希望第二阶段的 国民党党主席选举的时候 这时候就要大开大合了 我们知道包括亲民党 包括新党 它本身来讲都是一个柔性的政党 就换句话 新党并没有反对 它的支持者去参加国民党 所以说我认为说 郁主席其实可以这时候 呼吁他的新党的选民 同时间就回到了国民党 然后他在第二阶段的时候 来参与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 所以说国民党一定要有一个认知 就是说你要把这个柄做大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所谓权力给释放出来 释放权力最大的一个善意 就是所谓的党主席 现在国民党怎么建立一个 就是泛兰选民的整合 而不是一个党跟党的整合 这样子思维才可以让国民党 走出一片天空出来 这问题我们也来听听 这个邱毅教授的看法 我不看好泛兰选民整合 我也不看好 国民党会同意 郁主席选主席 但是我可以保证 如果国民党不让郁主席选 那完全符合资格的邱毅 就会接着去选 没有人可以阻挡我了 郁主席他不是党代表 他也不是中央委员 我是现任中央委员 我当然可以选了 另外我们看到这次 郁主席表态要参选国民党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刚才张教授也提到了 是看不下去国民党内的一些年轻人 提出要把中国国民党党名中 中国两个字去掉 可能会吸引到更多的年轻人 再来到国民党里头 这样的时候就能达这样的效果吗 这好像是蔡市场的思维逻辑 就像很多人混得不好的时候 就只改个名字 那其实是没什么用的 我们要知道中国这两个字 其他应该在对国民党来讲 它不应该只是个负债 反而是一个资产 就是由于有中国这两个字的时候 才可以跟两岸关系 维持一个比较友好的 这么样一个几代的关系 如果你把中国切断以后 其实是不只是切掉自己的过去 也切掉自己的未来 所以我会觉得说 国民党他在面对思考的问题 反而是应该思考说 我们中国国民党 是不是失去了我们以往的立场 失去以往的论述 失去以往的精神 而不是说丢掉以后 一切就会变得非常的美好 另外我们以前也认为说 如果投入国民党主席选举的话 现在胜算比较高的是 吴敦毅先生 认为他说现在是泛兰里头 包括尤其是国民党内部的 一个什么本土派 包括什么所谓统一派 是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可是吴敦毅自己说 他希望让中壮世代承担党主席 他现在自己是没有表态 要参选党主席 有人说他是默认 自己不参加此次的补选的 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吴敦毅 他的人格特质 基本上他是比较谨慎保守型的 第二个就是吴敦毅 他也了解 就是说他自己从政来讲 其实已经登上了顶峰了 那第三个来讲的话 我觉得他的在社会上 现在整个的民间的声望 其实并不怎么高 包括他在竞选的时候 他被可能人选里面 他的民调都是最低的 那他跟马英九先生呢 基本上又挂成一挂的 所以很多泛兰的选民 对于他是不见得是百分之百信赖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吴敦毅他本身人格的特使 他是希望重心拱越 就如果说党内都有人愿意支持他 他才愿意出来 要他自己愿意出来 他可能是持比较保守的态度 那么另外呢 最近在岛内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 就是接下来台行政机构 是不是将面临僵尸机构的这样的一个挑战 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回来聊 欢迎继续收看快办视频 独家居民播出的东南卫生海峡新干线 我是叶清凌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接下来来关注 也是目前岛内一个热门话题 就是接下来几个月 台行政机构 会不会面临一个空窗期的问题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 蔡英文日前是通过民进党前秘书长林希耀 正式回绝了 马英九提出的所谓多数党 来组成行政机构的这种议题 因此为了避免政务的空转 马英九不得不考虑要重新任命一位 台行政机构的负责人 马英九办公室发言人陈以信日前表示 马办秘书长曾永泉 23号奉马英九指示 邀请民进党前秘书长林希耀会面谈交接 林希耀转达蔡英文想法 不接受所谓多数党组阁 认为会全责不清 至此该议题宣告破局 而依照选举惯例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毛志国 已率领行政团队总辞 该职位将由谁接任备受瞩目 为了避免政务空转 政局不安 马办发言人陈以信25号表示 马英九经过慎重考虑后 同意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毛志国请辞 并决定由现任的台行政机构 副职负责人张善政接任 25号下午2点半 张善政与台行政机构秘书长简太郎 发言人孙力群共同召开记者会 说明与新当局交接的事宜 张善政正式接掌台行政机构后 将一路看守到5月20号 目前台行政机构重大政务包括 联岸货贸谈判 劳保调高 最高投保急剧 松绑争取外籍白领专业人才赴台 大陆人士赴台买股票等 张善政最大的挑战是 如何在现有空间范围内 让当局能够有限度运作 摆脱外界质疑的所谓将是内阁形象 我们看到马云九提出 由台立法机构中多数党来组建行政团的提议 是遭到蔡英文的正式回绝了 蔡英文的理由是这么做会责权不清 这到底是民党拒绝的真实原因 还是说蔡英文不愿意去替马云九背这个书 蔡英文这一次基本上完全拒绝 我觉得他考虑的因素在于几个 就是说第一个呢 就是当时在陈水扁主政的时候 那时候国民党是处于多数的 可是陈水扁并没有让国民党组阁 那时候陈水扁不愿意 不愿意 我觉得这就是后来就造成了 整个台湾空档的非常多年 那第二个呢 就当然蔡英文是担心说 万一他在下一次的大选 立法院变成了国民党多数的时候 他就必须把格规权要交出来了 所以他要确定他的未来四年 或者未来的八年 他有整个主导所有行政权 还有一个想法就说 如果这四个月 让这个所谓的民党来阻隔 但是在两岸的问题上的时候 还继续给马云九的时候 这时候会发现整个左脚跟右脚 走不下去的情况下 会让整个出师不利 他这个内阁一出来的时候呢 就没有办法得到人民相当多的支持 所以我觉得在整个所有逻辑思考来讲 就是一个私心两个字 确实刚才教授讲到 其实分析的很有道理 那我特别再透露一下 那尤其是竞选期间 大家非常关心一个美猪的问题 那据我们的了解 那这段时间 其实美国方面 给了台湾方面很大的压力 你要怎么回应 你是要拖四个月吗 还是你要冒人做事什么承诺 那你冒人做事什么承诺 那这个蔡英文买单 还是马云九买单 对于这个非常棘手 台湾民众非常关心的问题 这次就是举一个特别的案例 那除了美猪问题以外 我们都知道 各种数据已经显示 今年的经济状况 全世界都很差 那展望未来 你这个如何提振经济 提振特别是年轻人 非常关心的就业问题 我想赤裸摆在前面 就是一个烂摊子 那也因此 就是蔡英文再没有组成 自己完整的团队 我想她也要利用这个时间 好好的物色团队 好好的整合 我们看到为了避免 这个政务空转蛮久 已经在考虑说 要由这个新任台行政机构 负责人的这个人选 张善政接下来职务之后 她会面临哪些主要的挑战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 面对一个立法院 是多数是民进党的时候 基于所谓的行政机关 必须向立法机关负责任 所以换言之 她是做不了什么事情的 但是我认为 如果参政政够聪明的话 其实她可以利用 她这未来的四个月的 行政首长的职位 做非常多的事情 比如说你可以让你的陆委会的主委 到处去对外巡回演讲 九二共识的重要 九二共识的核心精神是什么 然后第二个在讲什么 核能 基本上民营党的核能政策 是不是可以走得下去 你作为一个技术官僚 你的经济部长到处去演讲 那第三个 你的教育部长可以到处去演讲 去中国化给台湾所带来的灾难 是什么东西 第四个 你的农委会或你的卫生部门的首长 可以去讲说美株的问题 如果开放进口 而让瘦肉精进口的话 那么对台湾的安全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你不断地去讲 这四个月 你就到处去换循会演讲就可以了 现在看你马英九有没有这种气魄 因为你只有这种方法说 我可以让我的内阁变成僵尸内阁 没有错 但是我还有一个嘴巴吧 我到处去宣扬国民党 他的理念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这四个月你可以把它讲透为止 反正我会把权力交出去 这是马英九未来绝对可以做的事情 现在看他愿不愿意做 好 谢谢两位的分析点评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福德点博士 河南 好的 谢谢台湾博士 美国2016总统大选再起波兰 亿万富翁彭博社创办人布隆伯格 打算豪制十亿美元竞选总统 他为何要在这个时候选择加入选战 曾经三度连任纽约市长的 他又是一个怎样的争议人物 另外 共和党参选人特朗普日前再度口出狂言 声称即使他在纽约的闹市区随意的开枪 也不会失去任何选民的支持 他为何敢如此的狂妄 先后两名亿万富翁投入到大选之中 美国的总统竞选与金钱的关系究竟有多大 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两岸时事评论员张斌 红元 郑继文为您带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由盼盼视频独家军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我是陈河南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官方微信公众账号 参与我们的互动抽奖环节 还有机会赢得台湾特色小礼品 我们继续关注台湾新闻 台湾竞争力论坛25号在台立法机构举行研讨会 对台湾新当局表达期许与监督意见 与会的专家学者指出 蔡英文如果不愿承认九二共识 仅以九二会谈精神带过 新当局将面临经济与两岸的重大挑战 我们一起来看东南卫视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你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 你就必须有能力处理地洞山摇 你没有能力处理地洞山摇 你又不要九二共识 那你要把台湾带向哪里 你要把台湾带向何方 这是我们所面临最快的时代 邱毅表示 5月20号之后 新的台当局对两岸关系的立场 有两个重要的观察点 一是台立法机构开议后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内容 有没有加入所谓两国论 二是蔡英文在就职典礼上 会不会承认九二共识 蔡英文不要再胡扯承认九二会谈 重要的不是有没有会谈 而是有没有九二共识 就说今天蔡英文对两岸关系的处理 基本上面还是绕着九二共识的打转 我靠近九二共识 但是我不接受九二共识 只是说这样子一个处理方式 可以通得过大陆的要求吗 那我只能说到目前为止 看来是通不过的 在今天的研讨会上 有关于所谓多数党组阁 实施分配正义 缩小贫富差距 年金改革 住宅政策等 也成为讨论的焦点 小英没有办法来答应 都是党来阻隔 这对台湾有四个月的空窗期 我觉得台湾是是会沦为空转 这四个月如果空转 是要算马政府的责任 还是要算新政府蔡英文的责任 在台湾竞争力论坛上 与会的专家学者认为 蔡英文执政之后就要面对现实 两岸政策是台湾所有问题的上位政策 蔡英文口口声声说要拼经济 但在他的经济难途中却不见大陆 这种政治挂帅的做法根本经不起经济规律的检验 蔡英文真的要拼经济 核心问题还在两岸 东南卫视记者温辰南台北报道 下面我们进入今日重磅环节 2016美国总统选举将于11月8号举行 民主党和共和党已经有多人宣布参加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 那目前热门的人选包括了美国前第一夫人西阿里克林顿 还有前总统小布什的弟弟杰布布什以及亿万富翁特朗普 不过纽约时报在23号的时候报道称 另外一位亿万富翁打算自掏腰包至少10亿美元 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加入到2016的总统选战中来 那么这个人就是前纽约市长 美国彭博社的创始人迈克尔布隆伯格 眼下他已经吩咐身边的助手为他来拟定参选规划 今年73岁的布隆伯格是财经信息产业巨头彭博新闻社的创办人 2002至2013年间他曾连续三届担任纽约市市长 据财富杂志最近的统计 布隆伯格个人净资产为355亿美元 在全球富豪榜中排名第14 美国富豪榜排名第10位 纽约时报称布隆伯格有意参选 可能与希拉里在选战中受挫有关 由于电邮门事件 希拉里的诚信正遭受公众质疑 而近期在民主党内 桑德斯的支持度升高很快 布隆伯格更加担心 美国总统将在自称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 和在移民等问题上 双双持极右立场的共和党人 特朗普和克鲁兹之间产生 不过根据美国某研究机构上周进行的民调显示 在希拉里 特朗普 布隆伯格三人的对决中 布隆伯格的支持率只有13% 希拉里为36% 特朗普为37% 民调同时发现 一旦布隆伯格参选 他对希拉里造成的危害将更大 美国野兽日报网站24号称 布隆伯格参选会使整个大选进程变得混乱 他同华尔街的密切关系会疏远左翼 他强烈支持空枪 又疏远了右翼 但如果共和与民主两党的提名人分别是特朗普和桑德斯 这两个美国历史上最两极化的提名人 那么大量中间派选民就会没有代表人 这将为独立候选人布隆伯格开启机会 布隆伯格他是出生于1942年 那么他也没有非常充裕的这么一个从政的经验 虽然他作为一个纽约市长 有了一些在地方工作的经验 但是他在议会 在统治一个州 或者是在政权方面 比如在美国的参众两院 或者是在美国国务院 他都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历 所以他的这种狭隘的工作经历 和他比较大的年龄 他已经70多岁了 所以这个年龄 如果要是竞产成功的话 就75岁 那么对于一个美国总统来说 他的年纪确实是太大 我们可以把他作为一个玩票的政治家 和总统的候选人来看待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两位时事评论员 分别是在北京演播室的张斌先生 和台北演播室的郑吉文先生 两位好 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 在北京演播室张斌先生 就是这一次美国媒体的报道称 布隆伯格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 那么布隆伯格以往都是因为哪些事情 而引发争议的呢 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布隆伯格本身来讲 家世比较殷实 也是亿万富翁了 而且亿万富翁不是一般的亿 他在全球都能排到前十几位 在美国应该说也是位居前列的富豪 这样一个富豪呢本身有钱人呢就容易被大家所关注 容易引起争议 但是最主要的一个争议呢 还是他呃担任这个纽约市长期间的这样的一些呃做事的方法 一方面他在纽约呢把这个治安呢把相应的这个居民的收入啊 相应的入学水平啊都提到一个很高的这样一个程度 那么相应的治安案件什么的有所下降 但是呢他用保姆式的管法 比如他要求纽约餐馆不能使用不饱和脂肪酸 比如说他要求纽约呢必须在这公共场所禁烟等等 就是措施啊比较极端 属于呢攻击他的人呢是极力的攻击 喜欢他的人呢是极力的支持 另外他的政党这个变化色彩啊 在美国也容易引起大家的一些歧义 又加入共和党 后来又代表民主党来参选 然后呢现在又变成独立的候选人 这样的一种身份政治身份角色的变化 也容易引起大家的诟病 好那么根据您的观察 布隆伯格如果是这样一个具有争议性的人物 那么他参加到美国总统的选战之中 胜算几何呢 从目前看各地的民调啊 应该说他比例并不高 包括在这个民主党内部的一些这个民调当中 还是在整个地区的一些相应的民意的调查当中呢 布隆伯格呢现在占的比例是比较小的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忽视啊 美国现在这种选举的一个交流状态 一方面美国民众啊已经厌倦了这样的一种 两党恶斗的现象 再加上呢双方恶意的一个攻击互相呢进行一种抹黑啊 或者说恶意的攻击也让很多选民呢比较反感 所以呢他希望美国一方面从个人来讲 他希望能出来一个相对呢比较中性的这样一个人 那么从党派来讲 他们更希望能出来一个在美国除了两党之外 能有一个第三大党能够相互进行一个有效的制衡 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两党的现在的这个呃候选人呢 如果把这个希拉里排除在外的话大家会发觉他们都相对比较极端 那么这时候很多这个理性的选民或中间选民 自然然目光就会集中在布隆伯格身上 但是啊美国的选举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什么呢就是你得广泛的宣传 你得让选民不但知道你的施政理念 最起码你要知道你这个人 要对你这个人很熟悉 然后才能听你的理念 听你的相应方法 布隆伯格虽然有钱 但是毕竟在美国他的影响力 他在选民中间的印象 毕竟比那些候选人已经晚了很久了 所以呢我个人认为他参选并获胜的可能性并不太大 好的谢谢两位的分析点评 另外根据环球网援引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称 美国2016总统大选战火正农 共和党参选人特朗普又再度的口出狂言 23号在爱奥瓦州的一场竞选活动上 特朗普信心满满的说 而根据最新的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民调显示 虽然全美的共和党选民 有40.60%支持特朗普 但是其党内的主要竞争对手 德州参议员克鲁兹步步紧逼 克鲁兹在另一场活动上 对特朗普的上述言论做出了回应 他说我只能说我没有打算在这次竞选中对任何人开枪 另外在同场活动上宣布支持克鲁兹的保守派重量级人物贝克也发表了演说 对于特朗普进行了攻击 他说若让特朗普拥有总统的权利 我们一定会后悔 好 那么我们再来请教两位时事评论员 首先我们想问的是 这就是美国共和党参选人特朗普再度的口出狂言声称 即使他在纽约的市区里面随心所欲的开枪支持率也不会受损 特朗普为何如此的狂妄 他对于自己的选票就这么有信心吗 我们请教一下两位 特朗普他本人这种大嘴大炮的特性 过去来讲了许多 外界认为颠覆了一些道德 颠覆了一些政治人物的长轨的一些话 但是我们发现特朗普的民调还是那么高 显然这样的高民调 已经让特朗普已经冲昏了头 成为一个典型的大头症患者 另外值得深思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特朗普他这种特质 为什么赢得美国 许多美国人的欢迎 尤其是他许多言论是高度民粹化 这代表美国社会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是否许多美国选民认为 以往政治人物这种虚伪 说一套做一套是让他们反感 而特朗普他本人 他直率敢说敢言 这种特质反而深深吸引他们 特朗普是个相对偏右翼的这样一个人士 那么他特别在空腔等问题上 本身就持一种强烈的这样的一种色彩 所以他在表达这方面议题的时候 他也会用一种相对极端的话语 这种极端话语一方面表现了他的个性 我个人认为这是选举的一种策略 他用这种话来保证自己的叫基本盘 什么叫基本盘呢 有一部分死忠支持特朗普的 他这个基本盘 基本上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表达方式 他有这样极端的语言才追随他的 所以他能够稳固到基本盘的票源 同时通过这样特立独行的表示方式 再吸引一部分中间偏右选民的一个相应的支持等等 我觉得特朗普的很多话 虽然有他个人性格和表达方式的特质 但是在这样一个选举的特殊时期 他背后有这么多的幕僚和相应的竞选辅佐人员 那么他说的很多话恐怕都是精心设计和考虑过的 好的 谢谢两位的分析一点评 我们稍后再做请教 美国军方称 伊斯兰国正在选择利比亚作为其非洲大本营 而另一方面 极端组织还围攻叙利亚东部重镇 戴尔佐尔市迫使俄罗斯发动空袭 助阵叙利亚政府军 极端组织为何能再次展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 俄美是否同时在续北部建立空军基地 另外美国防长卡特近日来连续的批评打击伊斯兰国联盟中 多个盟国根本什么都没做 他指的又是谁 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两岸时事评论员张斌政绩文为您带来独家分析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 欢迎回到由盼盼视频独家居民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我是陈恒南 下面我们进入今日关注环节 据环球时报援引外媒报道 俄罗斯媒体日前表示 俄美两国开始在叙利亚东北部地区建设各自新的空军基地 这两座基地分别位于叙利亚政府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控制的 靠近土耳其和伊拉克边境的地区 相距大约是50公里 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 有关美国控制叙利亚边境机场的消息与事实不符 究竟事实如何引发外界的广泛联想 据环球时报消息 俄新网23号援引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称 俄美两国开始在叙利亚东北部地区建设各自新的空军基地 两个基地相距约50公里 美国情报部门消息人士称 俄罗斯军人开始扩大在靠近土耳其边境地区 卡米什利市一座被废弃的国际机场的存在 这一废弃的机场目前在叙利亚政府军控制之下 这些俄罗斯军人可能是作为先遣人员 正在考察部署军力的地形并建立防御区域 除了俄罗斯外 还有消息称 美国也开始在叙利亚哈萨克省拉麦兰附近 建设在叙利亚境内的首座空军基地 美国全球安全智库公司掌握的卫星照片显示 这一机场的飞机跑道已从700米延至1315米 这样在这一机场可以起降美国中型军用运输机和美军特种部队使用的C130大力神运输机 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空军上校帕特里克·赖德表示 有关美国控制拉麦兰机场的消息与事实不符 他说美国并没有在叙利亚控制任何机场 相关消息不正确 另外一方面 为争夺叙利亚东部战略要地戴尔卓尔市的控制权 叙利亚政府军与伊斯兰国进行了持续数日的恶战 美国华盛顿战争研究所称 为防止叙利亚政府军在戴尔卓尔全线溃败 俄罗斯日前已经转变策略 将空袭行动主要集中在该市 但即便如此 政府军对该市的控制权也已岌岌可危 若戴尔卓尔全面陷落 将是叙利亚继拉卡市之后沦陷的第二座省会城市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气焰必然会更加高涨 由于打击伊斯兰国不利 美国军方警告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试图以利比亚作为其非洲大本营 为此必须迅速采取果断行动 制止伊斯兰国组织在利比亚扩张势力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近日连续公开批评 打击伊斯兰国联盟中的多个成员国毫无作为 他表示 很多成员国做得不够或什么都没做 我们要的是克尽职守的伙伴 卡特在另一个访谈中还表示 五角大楼对于部分盟国 尤其是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缺乏作为感到不满 就这一话题我们再来请教两位时事评论员 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在北京演播室的张斌先生 就是在目前叙利亚政府军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之间 正在戴尔佐尔市持续的恶战之中 为何戴尔佐尔是成为一个争夺的焦点 那么他的得失对于现在交战的双方来说有怎么样的意义 应该说现在叙利亚局势仍然是非常的混乱 尤其戴尔佐尔市戴尔佐尔市对于伊斯兰国来讲 或者对于叙利亚政府来讲都是一个不能不占有的城市 那么首先这个城市是叙利亚东部最大的城市 你像最大的城市它势必它的相应的辐射 它相应的一些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就非常的重要 再加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枢纽 一面比如它的东面是跟伊拉克接壤的 那么南面又相应的在ISS也就是伊斯兰国的相应的控制区域 所以如果这个恐怖组织能够把它拿到的话 那么既能通到自己的根据地 又能通过戴尔佐尔直插伊拉克 能跟当地的这些恐怖组织和它的相应的一些基地 能够进行一个有效的连接 这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的攻击或防御的态势 所以这个城市从地理位置上非常重要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戴尔佐尔周围有大量的油田和相应的油漆设备 这些对于ISS这些伊斯兰国来讲的话 也是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 那么这样的一个城市 不管是从它的战略意义上 还是从它的地理位置上 还是从它的经济来源上 应该说都是双方的必争之地 那其实尽管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近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遭到严重的打击 但是该组织并未停止向外扩张的步伐 美国军方说 伊斯兰国正在选择利比亚作为其非洲的打本应 为什么利比亚会成为伊斯兰国的目标呢 而如果伊斯兰国在利比亚扎根的话 之后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 我们看到在中东地区应该说 美国介入之后 然后撤军也好 还是说减弱控制也好 都会造成像样的地区乱象 伊拉克是如此 利比亚同样是如此 利比亚自从卡扎菲倒台之后 应该说就失去了一个能够控制 包括地方势力 包括相应的一个地区局势的 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人物 利比亚就陷入一个混乱 那么由于卡扎菲已经倒台了 西方对于利比亚的关注度 也在逐渐的降低 这就是当地恐怖主义滋生 而且开始向周边国家来蔓延 那么这个地区本身来讲 它周边的地缘政治就非常的复杂 有的恐怖组织甚至把这当成培训基地 当成大本营向外面来进行一个有效的输出 所以这次美国特意提醒说 要对利比亚的恐怖势力进行相恶的打击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 IS虽然过去大概半年多以来 遭受多国部队的高强度的打击 损失惨重 但是不可否认 它其实现在正外向四面扩散中 包括像非洲北非的大陆 利比亚被认为是一个 IS未来活跃一个很大的温床 那主要原因是利比亚目前国内形势 非常的不稳定 各交战双方谁不服谁 形成一个战火非常混乱的一个状态之下 那在此其实对于IS来讲 以它比较强有力的宣传能力 以及它一大批经过战斗 这个检验的实战的经验 非常丰富的战事 这样的一个温床正适合它趁火打结 在这个地方扩张地盘 那它未来的发展就值得大家高度的注意 我们还要请教两位的就是 美国防长卡特批评打击伊斯兰国联盟中 有多个国家根本什么都没做 他说的到底是谁 而卡特又为什么这么说呢 至今为止 这个由美国主导的反恐联盟 它的战果究竟又如何 应该说美国为首的反恐联盟 是打击伊斯兰国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但是由于这些联盟相应来讲 连接的比较松散 同时又各自有各自的切实的利益 所以它中间也会产生出一些问题 这次卡特所说的国家 虽然没有明确表态 但是我们知道这里面 还是有所倾向性的 你比如说像逊尼派的阿拉伯国家等等 他出于宗教的原因 出于自身利益的原因 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等等因素 他在反恐当中 当然不会尽全力 有的不但不尽全力 反而可能会帮倒忙 所以这时候反恐联盟就会出现一些裂痕 就会给伊斯兰国等等恐怖组织 以可乘之机 好的 谢谢两位的分析点评 下面进入盼盼视频 热点快评环节 我们来关注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 一场超级寒潮 近几天罕见的同时席卷世界多个地区 令半个地球进入到了急动状态 在北美大陆 媒体普遍使用怪兽入侵 来形容这一次百年一遇的暴风雪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和纽约在内的东部许多地区 降雪量达到了50至80厘米 机场关闭地铁公交停业 政府部门和学校关门 商场的生活用品被抢购一空 截止目前这场冬季特大暴风雪天气 至少导致了30人遇难 1.2万架次进出港的航班被迫取消 与此同时 在东亚地区被称为霸王级的寒潮 也令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北亚 进入到了冰雪模式 北京零下29度上海零下10度广州及号称火炉的重庆都下起了几十年来的首长雪 中国的多地气温跌破历史最低值 寒潮来袭秋裤是不是该登场了 其实有不少人说把秋裤穿起来是对于冬天最基本的尊重 而对于这场寒潮 相信大家都是深有感受的 这几天也看到许多人都在朋友圈里面晒寒冷 晒出自己身边的冰雪美景 但是在这里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 虽然这次席卷中国的霸王级寒潮还无法跟北美的怪兽相比 但是和他们不同的是考验我们的还有春运 年关将近 中国一年一度的春运 昨天在强大的寒流中照常启动 很多人都踏上了回乡的旅程 在这里也希望大家都能平安到家 欢度春节 还是那句话 有钱没钱 回家过年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根据环球网援引日本朝日新闻24号的报道称 早在2012年民主党野田家宴执政时 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就制定了假想钓鱼岛 有事的共同作战研究方案 而去年日美基于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共同作战计划 正是以此为草案制定的 方案假设出现伪装成渔民的武装势力登上并占据钓鱼岛的灰色事态 并且将整个作战分为四个阶段 方案中并没有使用中国或者钓鱼岛等字眼 而是使用了日美共通的一些记号 那么这四个阶段分别是 一 为防止敌方登上钓鱼岛 强化舰艇和飞机在周围的警戒 二 敌方小规模的武装势力登陆以后 日美阻止敌方增援部队靠近并切断其补给途径 三 对于已登陆的力量用炮火空袭等进行总攻 四 日美部队登陆并夺回岛屿 按照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自卫队式主体性行动 美军适当配合的原则具体实施 虽然这个方案因为民主党政权的下台 而没有成为真正的作战方案 但是根据报道 这个作战方案已经由日本自卫队和美军最高级别官员签字 并由防向和外向向日本首相进行了报告 是最高机密 而除此之外 在去年的11月 日美防长也开始制定共同作战计划 共同作战计划还将加上行使集体自卫权 安保法实施后部队运用等内容 这不禁让人担忧 日本军国主义再次兴风作浪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据环球网报道 对于菲律宾单方面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 主张南沙太平岛是岩礁而非岛屿 台外事部门日前表示 22号 23号带领调查团实地勘察 证实太平岛确实是岛屿 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称 有关水文水质调查 调查团确认岛上水源为淡水可以工人引用 且水质比澎湖本岛的地下水质更好 土壤资源方面 调查显示当地土壤是自然化雨而成 可供原生植物生长及农作物生产使用 台外事部门称 登岛学者一致同意太平岛绝对是岛屿 符合可维持人类居住及维持本身经济活动的要件 绝非菲律宾方面所称的岩礁 近年来菲律宾一直在南海搅浑水 在2013年的时候 菲律宾单方面提出南海仲裁案 其中一项论述认为太平岛不是岛屿而是岩礁 这一次台湾带领调查团进行调查就是要把太平岛是岛屿的事实 向国际社会说清楚讲明白 好的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感谢月华不锈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官方微信公众账号 参与我们的互动抽奖环节 还有机会赢得台湾特色小礼品 进入2016年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重装出发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海峡舞报 和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感谢您